嗨,大家好 我在昨天宣传了一个关于下肥料的食品 但是我最后决定把它删除了 因为食品里面有一瓶肥料的单领夹比例是错的 所以我就把它删除了 但是我有空会再做一个关于下肥料的食品 所以今天就跟你们来看看我的南瓜就好了 我的食品里面已经开发了 看着很好看 但是我想它全打开的时候才跟你们再做一个食品 我现在还没有闻到它的香味 它的唇巴很好看 这些水培的花包都已经长得很大了 还有关于水培兰花 如果在这个时候它在长发梗打发包的时候 光照根温度比较低 光照不充足的情况底下 它的根好多时候会停止生长的 你不需要担心 是不是它不适应根就不生长 不是的 一般来讲好多南瓜 它在长发包的时候 它的叶片跟哪些根都会停止生长的 那不是所有都是这样 有一些它也是在长叶片长根 根长发包的 但是一般来讲都是 一般来讲都是 田子生长 那些根根那些一 也是会田子生长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 那现在来看看这一片吧 这一片的水培的花根也长得很好 很粗壮 很多的都已经开始有花包了 这一个Kiki的花根长得很好 上面也有两盆水培的 其中一盆 长了好多个花包 这里的花都已经看过了 灰蓝 灰蓝真的很好看 很美 灰蓝 这一盆灰蓝的颜色我很喜欢 这一些卡特兰都已经介绍过了 我现在把它摆在这边 今天阳光很好啊 我这里有阳光照进来 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过阳光了 这些南瓜 它们都开得很好 这一支卡特兰的香味很浓哦 我这里呢 一般都是闻到它的香味 还有这一片 这一片的花很美 我很喜欢它的唇斑白色 这一边呢也有一些水培 所有都有发感的了 这两个发感长得很好 这里有一片呢 刚刚开了两朵花 发开得很好看啊 很美 但是只有三个花包 是种在桃这一般水培里面的 这两朵都了很快就会开发了 看看我这里 现在面前看见这一些蝴蝶蓝呢 所有都有发感长出来的了 很快这里就很多花看 这里有一片水培呢 这些花瓶的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好多的颜色 它们都是有发的 我这里有一片卡特兰 有两个花包很大了 很快就有发炕 这里的水培的发感 发包长得很多了 这一片 这一片呢 也有一个发感 这一片有两个发感 这一株卡特兰呢 也有四个发包 很快就有发卡纳 这里呢 也有自瓶丝水培的 我刚刚跟它们喷过水 也是有发感的了 这一些米里品种 这一片呢 它的叶片很小 好像是米里品种 但是它的发包呢 开发呢 很大的 也有几个发包长出来 是七发感 七发感长出来的发包 那好了 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再见